这小河卓死了以后啊 这个头盖骨啊 被这个乾隆皇帝做成了一个嘎巴拉碗 据说这个碗啊 是喝酒用的 至于乾隆皇帝用没用 这个头盖骨的嘎巴拉碗 喝没喝过酒我可不知道 但是这个东西现在还在 在哪啊 在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 听我给您讲故事 今天啊咱们要开新书了 那今天咱们故事的主人公是谁 今天咱们要聊的呀 是乾隆皇帝 颇有争计的一位妃子 谁呀 相妃 这会儿就有朋友说了 那这乾隆皇帝 其实就根本没有相妃 这样一个妃子 我也知道 不过呢 大伙也都清楚 通常啊 我们觉得 这民间所指的相妃啊 实际上就是乾隆皇帝的容妃 我们都知道 这清代后宫当中选妃啊 通常都是来自内幼府选秀 和这个八旗选秀 也就是说呀 后宫的妃子 基本上都是奇人 哎 这容妃娘娘啊 她可就是个例外了 她是个维吾尔族 她并不是奇人 咱们在介绍这容妃娘娘的身世之前 我先得跟您说说呀 这容妃 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你看啊 这个少数民族与中原的联姻 无论是政治上的强迫 还是你情我愿 我觉得那都是对民族融合 以及这民族稳定 有帮助的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这联了姻以后啊 那就是辈辈亲 亲上亲 打断了骨头 还连着筋不是 所以说在头讲故事之前啊 在我这个作者心里啊 已经给这位娘娘点了个赞了 那么咱们干脆一点 那就闲言少叙吧 输开正文 要聊起这个容妃娘娘的身世啊 咱们必然先得从大清朝的一次平叛开始说起 这次平叛叫什么呀 叫大小合卓之战 这是在乾隆年间呀 发生在新疆的一次叛乱 那么这合卓是什么意思呢 这合卓呀 是波斯语的一个音词 本来的意思呀 是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创教始祖 莫罕默德后裔的尊称 后来的这合卓一词呢 就被更广义化了 在这个波斯语里啊 通常称呼这个宗教上的首领 以及社会的上层人物啊 他们也称呼为合卓 这大小合卓呀 是哥俩 他们本来呀 是这个天山南路 维吾尔族的首领 马哈木特的两个儿子 这大合卓的名字呀 叫波罗尼都 这小合卓的名字呢 叫霍吉詹 这大合卓波罗尼都啊 那不是咱们这段故事的主角 这小合卓霍吉詹啊 您要是现在想看看这个人啊 还能看见他的一部分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嗨 您瞧我这个人说书啊 他有一个毛病 本来呀 我这袜单底下呀 装的这个草挺好的 抖出来呢 就是一个大包袱 要说呀 应该把它往后放放 噎得再紧一点 然后再抖出来呢 他就比较精彩 就因为我这人说书 我都憋不住劲 在这个故事的刚开始啊 干脆我就跟您说了吧 这小合卓死了以后啊 这个头盖骨啊 被这个乾隆皇帝 做成了一个嘎巴拉碗 据说这个碗啊 是喝酒用的 至于乾隆皇帝 用没用这个头盖骨的嘎巴拉碗 喝没喝过酒 我可不知道 但是这个东西现在还在 在哪啊 在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 您要是有机会呀 这个参观游览台北故宫博物院 您可以亲自实地的呀 看看这个嘎巴拉碗去 您不就等于看见了 这个小合卓 祸及瞻的一部分了吗 什么您呢 是不是这乾隆皇帝 太残忍了 分裂主义分子 这乾隆皇帝呀 把他做成了嘎巴拉碗 有可能是喝酒用 要是我呀 就直接把他做成叶湖 起叶用 那这哥俩 他怎么就叛乱了呢 哎 这我还得给您从头说 在这康庸时期呀 这个天山南北 并不是现在 我们所熟知的 新疆少数民族控制 是谁控制的呀 蒙古族 在那啊 盘踞着一只啊 豪横的蒙古不重 哎 这您大伙可能都知道 就是那个让康熙皇帝 和这个雍正皇帝 烦透了的蒙古 准嘎尔布 这小火烛 霍鸡栈呢 在幼年的时候 就跟他爹呀 跟他哥哥 被裸到了这个 蒙古大营中关押 这个大营在哪啊 就是现在的伊犁呀 被谁裸走的 那会儿啊 这准嘎尔汗啊 就是策望阿拉布坦 这名字啊 您听着耳熟吗 对喽 就是那个康熙年间 大将军王印提 西北用兵 不就是因为 这策望阿拉布坦 他反了吗 您想啊 那会儿策望阿拉布坦 在这个天山南美 那多厉害呀 跟突一巴狗似的 他就把这维吾尔族首领 这河卓 这银仨 就给软禁在了伊犁 这样好 更好的呀 控制这个河卓的部众 在这个乾隆二十年的五月啊 这大清朝派兵啊 一鼓作气 就消灭了准嘎尔汗国 那关于这大小河卓呀 这说法就不一了 有人说呀 是清军呢 放回了大小河卓 也有人说呀 是自己跑的 要说这清朝朝廷啊 对这个哥俩还是不错的 他们把这个大河卓 就放回了喀什嘎尔 让他呀 去组织军队 建立一个呀 臣服于大清朝廷的政权 然后就让这个小河卓呢 留在了喀什 做了当地的宗教领袖 可是往往呢 这人心不足啊 他蛇吞象 没过多久啊 这准个二韩国的残部 在这个阿穆尔撒纳的带领下呀 反了 那这人又是谁呀 这个人啊 是逃过了清军清角的 策望阿拉布坦的外孙子 您瞧呗 咱们这书 这关系捋得多清楚 就从这个呀 我觉得您就应该 现在先点个赞 这小河卓呀 就忘了当年 在人家那儿啊 当人质的苦了 哎 还就跟着这个蒙古人啊 一起造反了 那您想想 这乾隆皇帝能乐意吗 你分裂祖国 我能不干你吗 于是这定边将军赵慧 带领着三千八旗兵兵啊 扎营黑水河边 与这个叛军是一决高下 这朝天一打呢 还就赢了 攻击秦货贼众 是一万二千余人 军器两千余剑 陀 罗 牛 羊 还得有一万多头 这大小河卓一看呢 大势已去 于是啊 这脚底抹油 得烟 颠了 那这俩人跑哪去了 哎 不远 巴达克山 那这地儿它在哪啊 我跟您说呀 您就知道了 您知道这阿富汗 和咱们新疆之间呀 有一条狭长的通道吧 这个地方啊 就在那儿 叫巴达克山王国 哎 对了 人家那儿啊 也有国王 这巴达克山王国呀 好家伙 弹丸之地呀 这国王一想啊 算了 这俩人啊 留不得 于是就把这大小河卓 这哥俩呀 弄死了 献给了清军 这样啊 清帝国这场啊 大小河卓之乱 是彻底的平复 有人说 都说到这儿了 说书的 你这和湘飞 它有什么关系 哎 当然有关系了 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呀 来自于民国 在民国时候很盛行啊 说实在的 挺不贴朴的 我不太信 还有一种说法呢 是近泰学者 通过这多方面的考证 得出来的 说实在的 我也不太信 我信不信的不得紧 既然是说书嘛 就都得给您交代清楚了 咱们先说呀 第一种说法 早在这个平叛战争 打响以前啊 这乾隆皇帝 可就听说了 这大小河卓呀 这两个人的媳妇啊 都挺漂亮的 这大河卓的媳妇啊 叫埃拉 这小河卓的媳妇呢 叫法蒂玛 不过这算起来 这大河卓的媳妇 埃拉呀 现在按年龄算 应该是已经年老色衰了 这小河卓的媳妇啊 不但是正当年 而且据传说呀 这法蒂玛呀 身有一乡啊 人味道啊 是乡气仙道 这乾隆皇帝嘛 是个很有上进心 对科技很有探求精神的人 他于是啊 就告诉这个 这定边将军赵慧 他说你啊 一定要把这霍吉栈 这个媳妇啊 就是那个提友一箱的 给我弄家来 我呀 研究研究 算起来呀 这法蒂玛呀 应该是比这个大小河卓的脑袋呀 先到的北京城 因为这大小河卓 跑到阿富汗的时候啊 并没带着自己的家小 这赵慧呢 很快就找到了法蒂玛 把他们一干人等啊 送到了北京城 前龙皇帝呢 他惹定是个陕迷大爷 一看这法蒂玛呀 长得确实是漂亮 而且真的呀 是提友一箱 于是啊 就把他留在了宫中 就是后来的荣妃娘娘 这第二种说法啊 就是学者们考证出来的 说这小河卓 霍吉詹的媳妇啊 他真的叫法蒂玛 他们家呢 是回不得贵族出身 他的父亲呢 叫艾丽和卓木 弟弟呢 叫土耳都和卓 虽然都是这个回不维吾尔啊 这个他们家和这个霍吉詹 小和卓这个家族啊 常年不和 也是为了本地区的和平 这土耳都和卓木 就把自己的一个姐姐 嫁给了小和卓 霍吉詹 这两家虽然表面上啊 通了婚了 实际上暗地里 他还是较着近 就在乾隆24年的时候 这大清朝啊 进攻叶尔枪 艾丽和卓木 和他的儿子土耳都和卓 这爷儿俩就帮着清军 剿灭了小和卓 胡尔湛 并且决定 把一个女儿送到这个北京 和乾隆皇帝通婚 有人说啊 这个女儿就是法帝马 因为这个荣妃进攻的时候啊 27岁 这个年纪在清朝啊 那明显是个二婚 可是要让我说呢 这事不好说 因为据史料证实啊 这荣妃娘娘 她是既有姐姐 还有妹妹 那我们怎么就能断言说 这个法帝马 她不是荣妃的姐姐呢 有这么一份清宫档啊 叫清宫帝后妃 遗物处理和焚化改制 上面写的清楚啊 这荣妃死后 留下的遗物首饰 既分给了荣妃之姐 又分给了荣妃之妹 而且啊 这荆丑大臣呢 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 大学士和珅 所以说呢 有此证明 这荣妃啊 是既有姐姐 也有妹妹的 并且啊 都生活在北京 根据清代新疆满文档案会编的记载 乾隆二十四年的九月初五 定边将军赵慧 把这个大小何卓的家眷 一同解到了北京 这档案中还提到 土耳都何卓墓 之包姐法帝马 就是这小何卓 霍尔吉詹的妻子 这一干战俘啊 在乾隆二十五年的正月底 到达北京 就送进了内务府 这其中啊 就肯定包括这位法帝马 在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初三的宫廷当上 纳拉市皇后位下 就有一位学规女子 封位何贵人 也说是土耳都何卓墓的包姐 有相当一部分学者 包括维族学者在内啊 都认为这法帝马和荣妃就是一个人 至今为止啊 也没有什么新的这个学术观点和线索出现 所以说呢 在咱们这段书里啊 也就认为 这小何卓的媳妇法帝马 就是后来的荣妃 换句话说 这乾隆皇帝 取进紫禁城里来的这个 二十七岁的何贵人 呃 她是个二婚 得嘞 今天啊 咱们只是讲这荣妃娘娘的一个开始 到了明天啊 咱们该讲讲这荣妃娘娘在宫里的生活 到底怎么样 咱们ikk да 天啊 utz 咱们 unboxing 咱们 走 咱们